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类污染物质叫重金属 先定义一下 重金属是指这个金属或其离子 它的密度够大 大约是每平每立方公分五公克以上 所以是密度很大的金属叫重金属 可是有些例外例子 像森AS森 它不是金属 你看它的名字是磁字边 但它在搜集表上面 它的性质比较接近金属 所以在讨论重金属的时候 会连森一起讨论 虽然它不是重金属 所以等一下我们重金属污染的例子 我们会提到神 它不是金属 只是性质很接近 可是重金属都是坏的吗 不一定 像我们生物体 本来就有一些微量的重金属 是你需要的 例如星跟猛 这些微量重金属在你体内 它的角色叫做 辅因子 还有没有印象这个名词 酵素催化反应需要别人帮忙 这个帮忙酵素催化反应的叫辅因子 如果辅因子本身是有机物 那就可以叫它辅酶 如果它是无机物呢 只能叫辅因子 例如星跟猛 帮助某些酵素催化反应 它是你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所以它是需要的 可是其他的重金属就不是你所需的 例如拱 隔 铅 你摄取过多 就会中毒生病 所以我们要讨论是这些 你身体不需要 但是你摄取过多的这些污染物质 那重金属怎么来的 我们为什么会迫到重金属 自然界的重金属哪来的 大多都是工厂所培放的废水跟废气物跑出来的 或燃烧废物金 有一些烟层中也会有金属成分 就是重金属 所以它的浓度可能很低 可是重金属进入你体内 不容易排泄掉 也不容易分解 你就一直累积 一直累积 越来越多 所以经由长期累积 甚至经过食物链的放大作用 你就得到浓度够高的重金属 你就发病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重金属造成的影响 先从环境再介绍到人体健康 当中金属污染的水质啊 土壤之后 不是土壤跟水里面的微生物 也会被感染 也会被抑制啊 土壤被感染了 土壤通过细菌 增菌就死了 它的个体数量下降啊 而你的固氮菌 或你消化作用的亚消化菌跟消化菌 数量下降 这时候你的氮循环就异常了 就被受阻了 这样久而久之 你的土壤就越来越贫瘠 因为它的氮肥越来越少 胶酸炎越来越少 会影响你的农作物的那个土壤的肥沃度 好 就在这边可以种农作物 农作物吸收这些重金属也会生病 所以细菌会生病 你的作物也生病 它一生病你的材料就减少了 你的粮食就减少 好 你现在吃的这些粮食 重金属跑到你身上 你也生病了 好 所以从微生物到植物作物到人都会生病 那么举国内偶尔会爆发的事件的例子 就是革命 可能几年就会爆发一次 某个工厂排出来的废水 没有经过处理 里面含蛤 附近的农田都吸收到这个蛤 所以它的稻米中叶出蛤 这就叫蛤米 如果你今天没有解散出来 你吃 你就中毒 那蛤米造成什么疾病 它会造成你关节病变 所以你看这个病患 为什么关节都变形 关节变形很痛 所以这个病叫痛痛病 蛤 关节变形 引发痛痛病 好 大家 今天这是我们第一个遇到的重金属引发的疾病 你们要知道哪些重金属影响你身体的哪些地方 引发了什么疾病 你都要熟悉哦 兼职是第一个 蛤 引发关节病变 让你痛痛 就叫痛痛病 接下来这个病呢叫水鱼病 这个字念鱼 这个字要会写哦 手解题有时候会考你这个字怎么写 它为什么叫水鱼病呢 因为它第一次发现在日本靠海的水鱼寺 这个城市靠海 而这边的那个工厂排放了有机拱 到了海水廊中 结果这边的鱼虾蟹就吃了这些拱啊 渔民把它打到伤害人吃了 所以这些拱又回到人类身上 你就中毒了 而拱会感染进入到你的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它的疾病症状都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相关症状 例如手脚麻痹 失智智能障碍 听力跟语言障碍 还有行动不变 它这个小感觉就是水鱼病 好这是拱引发的 拱引发水鱼病 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病变 好 以上是水鱼病 接下来呢 这叫乌角病是国内的例子 这就是生 生化物 而生呢 它不是金属 我们也放在中金属里面一起讨论 好 这个例子也很特别 它不是乌兰 生这个化物 本来在地壳中本来就有 其实中金属也是 所以某些地下水 里面可能含有高量的中金属或是生 本来就不宜取用 不宜使用 可是在我们台南嘉义沿海一带 沿海嘛 海水是险的不能喝啊 又没有什么河川 他们只要挖地下水井水来喝 就喝到了这些含过量生化物的井水 他们就长期以后就出现病变 病变是 生会引发四肢末端动脉 硬化 所以血液送到你的末端 你的脚没有血 就变黑 所以它叫乌角病 变黑之后就缺氧 就会开始坏死 坏死后就要结肢 所以你看病患的末期 脚都要被切掉 像这个只剪掉一个 所以它先乌角病 脚变黑 然后就要结肢 那后来政府发现 这个问题怎么来的 调查研究 井水中有过量的生化物 好吧 这个水不能喝了 只能拿来洗东西 也不能洗锅子 因为锅子还是会拿来当 食物的那个盛装器皿嘛 就接自来水管 你只要用健康 正常的干净水源给他们喝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乌角病也没了 因为开始喝自来水 干净的水源提供 以上是乌角病 所以我们从前到目前为止 介绍了好几个重金属 它引发了哪些疾病 重金属是个常见的环境污染物质